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上周最低16,044点后 恒指本周一路高歌猛进 于今日收盘17,651点 强势突破了16,000点与17,000点的区间 那师傅可以帮大家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原因 以及预测一下下一步恒指的走势吗 好 港股这个星期表现得相当的不错 恒生指数年升5000 我觉得主要是之前影响港股的一些负面因素 开始淡化 然后又出现新的利好因素 所以推动港股这个星期有这么好的表现 那先前影响港股的利淡因素 主要是其中一个就是中东局势 那个警当 还有就是中国的经济的表现 但是上个周末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中东局势有核园的核环的迹象 以色列也没有采取报复伊朗的一个袭击的行动 然后经济中国公布的一些特别是采购经济指数PMI的数据 官方的PMI都从上50以上反映中国的经济有所回稳 然后利好的因素就上周末 中国证监会发表了对港合作的五个举措 被形容为对香港宋大礼 一会儿我们也可以深入再谈这五份礼物了 所以在利淡因素淡化 然后利好因素冒起的影响下 港股这个星期就年升五天 恒生指数终于突破了100天移动平均线的阻力 也突破了17000到17200点的阻力 在技术上是一个良好的突破 因为之前三月跟四月初 恒生指数都两次升近17200点 就遇到阻力而回落 这个星期终于是突破了17200 今天恒指最高曾经见到17700点以上 接近250天线 250天线现在在17718点左右 不过今天升近250天线 开始见到有一定的回度的压力 因为毕竟恒指数这个星期是升了1400多点 所以短期预计可能下个星期 下星期一 大家也留意 就是有香港的期货结算 恒生指数期货 还有国际指数科子期货的结算 所以港股可能短期会有一个回度调整 调整的话呢 我看恒生指数的支持位是大概17200到17300点 好 师傅刚刚也提到了 那我们就谈一下在2024年4月19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五项资本市场对港合作措施 那这五份大礼呢 包括一放宽护身港通下股票ETF和资格产品范围 二将REITS纳入护身港通 三支持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纳入港股通 四优化基金护认安排 五支持内地行业龙头企业赴香港上市 那师傅觉得五项举措对中港股市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对港股呢 我们可以憧憬 会有更多北水 南向的资金会流入港股 令港股受惠了 首先是过去呢 房产投资信托 那个REITS呢 是没有纳入 那个护港通的投资的范围里面 其实香港的REITS的房产信托基金有不少 那个回报率都蛮高的 像那个林展 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REITS了 林展呢 823呢 他现在的那个股息回报率呢 都有大概7% 因为超过10%的REITS的 那个股息回报率 超过10%的REITS也蛮多 包括长池旗下的自负 产业信托 也那个股息率是超过10%的 所以未来估计可能会吸引一些 寻求比较高的股息率 然后REITS一般也被认为是 那个风险会相对比较低的 尼斯北水会流入 另外在ETF方面呢 ETF的互联互通呢 已经推行了一段时间 不过呢 它是设有一个市值的要求 在之前市值的要求之下呢 在A股上市的ETF呢 选择会比较多 因为很多的ETF的那个市值都比较大 香港可以让北水 那个内地投资者去选择 投资的一个ETF呢 因为大部分市值都比较小 所以呢选择不多 所以现在市场认为呢 市场人士认为 扩宽那个沪港通的ETF的投资的范围啊 降低那个市值的门键 那个这是正确的一步 但是可能还觉得 可以再把那个门键再降低一点 让更多的那个北水呢 可以去投资香港上市的一些ETF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 就是鼓励一些大型的企业来香港上市 因为今年第一季度呢 香港的IPO市场还是非常的淡静 还是没有一些太大的 大市值的公司呢 在香港上市 所以低确需要一些刺激了 好 师傅刚刚提到了ETF 那现在香港证监会于本周三 4月24日晚正式公布了首批 加密货币现货ETF名单 那有三家公司申请的产品在列 标的包含比特币和以太币现货ETF 首批产品设有港币美元 以及部分产品设有人民币柜台 那据悉将于一周内在港交所上市 那此次香港推出的加密货币现货ETF呢 实现了三大突破 首先就是它是亚洲市场首批加密货币现货ETF产品 其次呢也是全球首个以太币现货ETF 那全球这么多 现在香港这是第一个以太币现货的 最后呢就是相对于美国仅支持现金申输此类产品 香港证监会还允许通过实物进行申输 那基于这三点 还有通过香港证监会的此举 那师傅会怎么看待香港 以及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呢 首先呢实物的加密货币ETF呢 可以为包括零售投资者 还有机构投资者看好那个加密货币前景的 去投资这一类的金融资产的 会提供一个方便安全快捷的一个投资工具 就等于大家看好黄金 那如果你要买10金的话 那可能比较麻烦 还有储存那个10金呢 加密货币也是 你要买那个 直接买加密货币 有时候也担心那是加密货币 有一次问题 所以通过买投资那个ETF呢 因为他本身有认可的那个基金管理的公司去管理那个ETF 然后有认可的那个trading platform 交易平台去进行那个加密货币的买卖 还有认可的托管商 Trustee Custodian 所以Custodian去托管这是加密货币 对于加密货币的那个安全性呢 也会有一定的把关 所以我们也看到香港证监会呢 对于加密货币的采取的态度 比亚洲其他的国家或者是地区的监管机构呢 是来的比较open minded 比较开放的 最先我们有已经有那个加密货币期货的ETF呢 已经有两支推出了 跟着现在我们也跟随美国批准了 那个实物的加密货币的ETF在香港发行 而刚才Vincent都提到香港的实物加密货币 ETF的跟美国那是同类的一个最大的分别 就是我们是可以接受那个实物的申购 就是一些拥有本身已经拥有加密货币 持有加密货币的投资者 他可以把那个加密货币去转换为那个ETF 所以这是蛮大的方便 但是对于当下 因为估计有三家已经批准了 市场的报道可能是在四月底就会上市 但是投资风险方面大家有留意 这是这一波加密货币的行情 已经是可以是说第四个牛市 而从截到三月为止 加密货币那个升幅已经维持了六个月 那个升市已经维持了六个月 七个月应该是七个月 已经超出了上一轮的牛市行情 2021年当时年升六个月 那个最长的涨市 然后再上一轮的牛市就七个月 所以现在可能加密货币 特别是那个Bitcoin的升市 可能有点超买 所以担心短期会有过热的情况 另外刚才你也提到以太币 香港是第一支 有15以太币 15的ETF 那现在在全球的那个加密货币的比例上 5成4大概5成4是比特币 然后以太币占那个大概是一成六 可能将来也会有一个分散的投资 就慢慢以太币的所占的比重 会慢慢的增加 也会是一个未来可能的趋势 那对于ETF来说 师傅刚刚说ETF有很多优点 包括方便呀比较快捷呀 Retail Investor 个体投资者会比较容易去接触到这些产品 而且它比较安全 那以后我们是不是也许会看到 越来越来越的产品被ETF换了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过去很多投资者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选择个股输多赢少 也不觉得选择个股去投资不容易 可能要做很多的分析 而结果很多时候都强差人意 所以ETF的流行就由于很多投资者 我们叫一个投资者的卷胎 胎呢 卷疲胸 胎就是胎 下面卷胎 卷胎就是 我不愿意累了 反而是选择ETF去投资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也预计未来会有更多不同底层资产的 或者是不同主题的ETF会推出吸引更多资金流入 刚才也提到香港 补充一点 香港现在未来推出的那些加密货币的食物ETF 有一点投资者可能要留意 就跟美国的现在已经有11只 或者是超过十几只了 那个食物的ETF 其中一点可以留意的分别就是那个开支比率 那个TR ratio 开支比率 美国的一般比较便宜 除了grayscale的 还要另外一只呢 大概是0.4%到0.9% 但是香港的三只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最便宜的一只呢 就大概是0.8% 0.85% 但是也有一些是 那个开支比率高达2%的 所以对投资者来讲呢 一个ETF的开支比率 它会影响投资者的那个投资回报 另外投资ETF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些主要要注意的事项 就是它的开价 因为ETF一般呢 都有市场庄家去开价 那个开价的差价宽还是比较窄呢 会影响我们的那个投资收益 另外呢就是它的开支比率 如果太高的话呢 也会影响那个投资收益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追踪误差 如果因为那个ETF都是追踪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比特币的实物的ETF 目的呢就是富质跟那个Bitcoin 或者是以太币的那个价格的表现 那如果那个追踪误差比较大的话 那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会受到影响 好 那我们看一看美股啊 当地时间4月23日 美股盘后 特斯拉发布最新的成绩单 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特斯拉一季度营收降幅9% 为2012年来最大降幅 净利润呢更是直接腰斩 同比下滑55% 支柱汽车业务营收负增长13% 但尽管数据远低于投资者预期啊 但在财报电话会议上 马斯克称 计划在2025年下半年投产更经济实惠的新车型 那这一举动也直接打脸了此前报道 特斯拉取消廉价车型开发的媒体报道 那推动特斯拉股价盘后暴涨13% 终于结束了连跌7天的势头 那对于特斯拉和马斯克承诺的 更经济实惠的电动车 那师傅觉得会对中国电车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觉得特斯拉推出价格更低的电动车 也是为势所逼 大势所趋 不然的话 它要维持竞争 还要维持在全球新能源车的销量 市场份额会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 比亚迪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 是超过超越了特斯拉的 所以这一个举措我们我会看是一个下沉市场的策略 就是下沉一些比较低价的去厂夺市场的份额 那对中国大部分新能源汽车机造商来说 这个一定是一个坏消息了 会增加竞争 也会令减价的压力会变得更加剧 之前我们也看到有部分的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机造商 想向市场的往上去发展 像理想推出Mega 一个售价超过50万元人民币的 属于豪华型高端型的电车 不过这方面看来也市场的反应是一般 尽管是高端的豪华型 最新也有报道 就是理想由于竞争 连Mega也要下调价格 纯线是下调 Mega是下调每一辆车 下调差不多3万元人民币 所以未来我觉得 中国新能源车的市场的竞争会 越来越加剧了 反而我们看到这个星期 一些旧事例 新事例跟旧事例 旧事例的长城汽车 公布了第一季度的业绩 反而是不错的 因为可能在传统燃油汽车这一块 还是有一定的需求 而且那个竞争没有说很白热化 很多那个竞争都集中的 在新能源的电车方面 传统以燃油的车 这方面可能就变为一个南海 还有可以为这些旧事例 像长城啊 吉利啊 就是提供一定的利润 还有毛利率 好 那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 中国海洋石油 于本周公布了2024年一季度经营业绩 油气净产量和规模净利润 实现强劲增长 两项数据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在国际油价同比下降的环境下 中海油价值创造能力持续上升 但随着中东战火再起 美国国会参议院也通过了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法案 那与其这个中东的战争啊 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那师傅如何看待中国石油业的走势 我是看好了 中海油的业绩 第一季度的业绩是比预期好 包括产量 还要实现油价方面都优于预期 另外油价方面呢 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呢 也会是一升难迭的 刚才你提到 因为地缘政治局势的影响呢 影响那个供应 还有就是油主方面 油主价呢 我们相信是继续会维持减产的那个决定 而中国如果那个经济继续服输的话呢 对需求端也有一个利好的支撑作用 所以呢我继续会比较看好油价 而中海油呢 它的新项目的产量 也发展的不错 那个进展 所以预计在产量增加 油价维持高企 然后它的那个经营效率 还有资本开支维持不变的情况下 我看未来它的目标价可以上调到21.5港元 好的 那我们的灰力周末报 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我身边呢 依旧是黄伟杰黄师傅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